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阿曲 沒有錯,那今天為大家帶來的這款遊戲就是我們的Don't Stop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款遊戲就是 就是他這款遊戲是阿神被他的爸爸們介紹之後 開始就是正式進入台灣的一款遊戲 那沒有錯,我當初也是因為阿神的關係就也衝動了賣了這款遊戲 之後當時候其實玩的還蠻熱血的 那其實過了一個寒假之後到現在 我現在好像就是已經一陣子沒有玩了 他好像已經大改版到我已經完全不知道的境界 對,就是連記錄好像消失了,因為我剛剛重管 就是連我的記錄就是 嗯...存檔記錄就是跑按進去都沒有辦法做更新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就一樣廢話不多說,就直接開始吧 New Game 那一開始有幾個選項 這個是我們的選擇人物 喔! Why? 我重關之後所有的資料都不見了嗎? 好,這不是重點 Maybe 然後這是一個就是 嗯...支援的... 嗯...怎麼講 就是控制的單位的選項吧 就我們都不要調,就直接開始吧 嗯...其實好久沒玩Don't Stuff了 就是最近這幾天有稍稍的... 嗯...怎麼說 有記憶小跑一下啦 就是...其實整體的頁面什麼的還蠻OK順手的 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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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怎麼... 好 嗯... Say Pan, you don't look so good, OK You don't better find something to eat before 太快了啦 我記得這個開頭好像是永遠都一樣的 對,它是隨機生成的地圖吧 就我們一開始就是廢話不多說都是要先集一些支援 那像旁邊的這個海啊 就是它的邊界這樣子 OK 那... 正式的開始Don't Stuff這款遊戲 其實算是... 嗯...陪伴大家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太想偷跑 就跟大家一起來個新改版的初體驗這樣子 嗯...好的 那... 旁邊有我們的保實度跟血量跟... 嗯... 就叫什麼嗎? 心智度 對,想當初我在玩的時候 這個東西都還沒有出現 嗯...好啦,我們就是要減一點資源 天啊,我好想抓蝴蝶喔 蝴蝶點著我 蝴蝶 對啊,它們沒有辦法 現在還...不...不,結果不到 因為我還沒有那個什麼 我還沒有資源可以做... 嗯... 補網的東西 就...欸,兔子欸 其實玩到後來說 我就比較...不太喜歡殺兔子啦 說實在的 就殺兔子也沒有什麼用 還會降低心致脂 所以基本上我都不太喜歡吃兔子肉 而且你知道靠近他就會尖叫逃跑 這不是你的洞嗎 欸這不是你的洞欸 那這個洞的兔子的主人去哪裡了 好吧 好的我回來了 沒有錯那因為剛才被中斷 OK就是 不知不覺我被中斷之後 我就天黑了欸 嚇死我了 果然計畫不能拼 就是 我現在要幹嘛 好啦就是 我們現在要在天黑之前 收集一點稻草跟 對我們要做一點斧頭 之後砍一下樹我們需要木材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火 度過慢慢的長野 太可怕了啦 就黃昏了欸 而且就是 大家可以玩玩看啊 就是整體都還不錯 最後應該可以生活了 好我們有可以生活的部分 那我們在天黑之前再集一點物資吧 有看到嗎 這個新自己已經開始在下降 就是要想一下 如果你一個人在野外孤軍奮鬥 在這種沒有就是 舒適房子跟床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讓自己過好一點的話 你就會開始慢慢的失去理智 這遊戲想要表達 種子應該也是這樣的 所以你必須要 喔香菇欸 對這次新增的系統 是有香菇的食物 以前我是沒有遇到 這好像就是香菇長出來之前的樣子 對 好這不是重點 那我們採一點胡蘿蔔 呵呵 他說現在的鳥我也是補不到的 就是你可以做一點鳥籠之後 把他放一點種子 這個是我們剛才撿到的種子 之後你可以又騙他進去 之後你就可以得到一點 我忘記現在是不是可以得到一點肉 之前是得到一點肉跟他的羽毛 就是有黑色的鳥跟紅色的鳥 他各會掉兩種不同顏色的羽毛 那可以做一些額外的道具 例如是吹箭啊 還是帽子之類的 嗯 那我通常在錄葉之前我都會喜歡找一個 比較在晚上不用無所事事的地方的 嗯 句點 之後 生營火 就是可以再砍個樹啊 還是什麼的 不會說晚上的時候我就認真的沒事做 這樣 呵呵 可是 嗯 晚上的話我們還是就是可以 研究一下我們等一下該幹嘛 對 哦 就是 天啊 如果一個人被 發在這麼可怕的地方的話 我該怎麼辦才好 哦對 那今天機車已經正式的結束了 那跟所有就是我的實況觀眾 如果是考生的話 那就是 說一聲辛苦囉 沒有錯 哦 那我親愛的然然 你也辛苦了 就是 嗯 歡迎你回來看我實況的影片啊 怎樣都愛你喔 呵呵 對啊 就是希望之後 呃 成績棒棒的時候 也不要太灰心還是怎麼樣 對 也不要就是我太開心 呵呵 就是過頭了 好我們快一點 身體靈活 太可怕了 呵呵 我們看到就是慢慢的變難 所以 像啊 如果你會 呃 在 漆黑的地方 它就是一艘大 就會有可怕的 聲音 哦 對對對 我示範的太徹底了 呵呵呵 就是會有 不知名的東西 會想要攻擊你 天啊 那我是一下子就損了 一半的血嗎 好啦 我們覺得我們要吃點東西 呃 對 那 我覺得我整體的那個 等我一下 嘿 這樣好了 整體的頁面好像有點太小 好 那就是 你要再吃點東西之前啊 基本上你把它烤過會比較好 因為它烤過的話 它可以增加的飽食度 還是別的 它會額外的增加比較多一點 就是 你要想過 就是你吃 生的東西 跟熟的東西 口感上的不同 你得到滿足感 應該也是相對的不同吧 那我們 炒一點香菇吃好了 哦 天啊 我才增加53 天啊 我剛 我剛開始我就要死掉了 哦 不對 對 我們種點樹 坎樹它會得 就是可以得到木材 跟 這個是 樹果 橡果 對 那以前的版本是 呃 它種下去就直接會是樹木的樣子 可是 這一次改版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改版的 反正就是 它竟然已經晉升到 就是會變成樹苗的部分 太令我意外 我早上了 OK 這個遊戲也終止沒有什麼 就是 你要想盡辦法的活下去 就好像 我沒有做到什麼事情 好像事情就過了一天了對不對 OK 聽說 採點花可以 就是 呃 上升一點 心智質 可是我覺得 我不太想採花 好啦 我們覺得如果 腦袋這麼不清楚的話 我們應該要採點花 就讓它腦袋清楚一點 因為我不太喜歡採花 就是 像如果你採花 我也不知道是 呃 蝴蝶啊 是蜜蜂 就會因此被我就是滅絕 還是 諸如此類的 對 好啦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 我該去哪裡呢 好 我們看一下地圖好了 這是我的地圖 那 一開始的話 如果你沒有探索過的部分 基本上是不會顯示的 那 喔 好多蝴蝶喔 因為都被我採光光 所以你們都只能 在一朵花上起石嗎 對不起 好啦 那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打擾你了 然後我們要去 可以的地方 對 呃 如果你想要知道地圖有多大的話 基本上你也可以 沿著就是 呃 邊邊走 之後它就會顯現出 它到底多大 之後我需要點 伐木的 對 器具 OK 是我的錯覺嗎 我就覺得有點瘦瘦的leg 我明明就已經重灌了啊 還是我昨天到現在都沒有 呃 我沒有重開機 重開機 就又讓它 死撐了一個晚上 我發現筆電針就是 桌墊的不同處就是 你真的不能這樣子超 就是 虐待它 對 可是我都虐待我家的筆電 就是我都會活生生的 不讓它休息 就是 都不管機 好啦 好吧 就這樣 我能說什麼呢 我們都已經開始在玩了 那我們至少要度過這 慢慢長夜吧 那 嗯 樹木的話 我覺得 喔 火雞出來了 對 如果你採太多果實的話 火雞就會跑出來 它是一個非常 討厭的生物 它會一直不斷的把你的資源吃光 之後你又追不到它 對 我需要一點 額外的 武器 例如 睡眠針啊 還是什麼的 可是 那個需要額外的 現在看不到的東西啦 就是 我要找一點蜜蜂 我要 蜜蜂 pick我那一支針 做一點催淨 又是不一樣種類的香菇 Red Machine OK 之後 之前我不玩的時候 我快沒有玩的時候 就有新增了 就是 食物的 飽食度 不是 新鮮度的系統 有看到這個綠色的東西 其實 它會一直慢慢的往下墜 就是它的新鮮程度 所以 基本上我們到後期的話 我們也需要一點冰箱 對 大家知道就是冰箱 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東西啊 就像 我做的很多食物啊 我就覺得 直接放在冷藏裡面 它是現在認真的過兩三個月 應該還是沒有壞掉啊 所以 冷凍這件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啊 人類跨時代的一個 科技的 什麼 創新吧 這麼說 嗯 我是不是在原地一直走動 對 好的 我覺得 因為我已經自己玩過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 沒有像 我當初就是 欸 怎麼說 我當初第一次接觸到 Don't Stop了 那麼的興奮 我現在我能期待的就是 不知道到底有什麼新的系統 可以讓我就是 瘋狂 喔 這個地方看起來好枯燥 我需要一點 我需要一點石頭 我需要那種大大的石頭 讓我 開採一下 因為我需要黃金 可是我都看不到它 SBIN 喔 這是營火城 對 如果 我之前玩也有就是 瘋狂的抓營火蟲 把我整個的那個 就是我自己的據點 塞滿了營火蟲 所以到晚上的時候 還是都亮亮的 就不會這麼可怕 嗯 採香 這不是香菇 直接採胡蘿蔔 啊哈 那 沒有錯 一樣就是 多採一點支援 你就不會死 哈哈 一樣又黃昏了 之後 我們可以盡量 就是做個素食主義者 對 我的心製紙又在下降了 採一點 果 嗯 嗯 莓果 然後 把這些都採光光 因為像這些物資 你也可以集中 就是把它 嗯 類似 集中栽紙啊 你可以把它挖起來之後 在 同一個地點 就存放它 可是我不太喜歡 這樣的做法 因為之前試過 如果像把這個 莓果的草叢 挖起來 就是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有可能 同一塊地沒有辦法負荷這麼多的那個 營養之後 很容易就會枯萎 所以基本上 我比較喜歡採放任氏的 餵養狀態 對啊 反正我 應該不至於會死掉啦 就是 所以我還是會認真的讓它 我應該有火吧 好 我有火 我還有火把 嗯 完錯了 然後 這裡是哪裡啊 為什麼 我好像有點過不太去 這裡應該就是所謂的 不知道欸 這邊好像沒有特別的 劃分區域 現在我看到的地方 應該還是 嗚 有一個小沼澤 小沼澤都會出現 應該就是小池塘都會出現 青蛙 可是我現在有點不想跟青蛙對抗欸 我跟青蛙對抗現在應該得不到任何的好處吧 OK 我覺得我現在到目前為止還蠻 呃 平緩的 喔 那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 喔 這什麼 這也是 礦石的一種嗎 它怎麼會是長這樣 哎呀我從來沒有看過 喔喔 為什麼下面是樓空的狀態 啊 Kev are you walking the park 這什麼 Yes 我 我不太懂 欸 什麼 啊 What the hell 為什麼換了整個的 欸 它想把我帶去哪 啊 喔 是什麼地方 喔 喔 我要上去 幫我上去 幫我上去 Do you want to return to the same 我要離開這 地方 天啊 這 喔 它新增了 洞穴系統 這是 喔 開始下雨了 喔 這個 礦石是 喔 好可怕 這在那個地圖上是看得出來的嗎 好像看不太出來 天啊 這個 這應該跟minecraft的那個 地獄有的拼比吧 天啊我絕對不會想在這種地方 再多待個一秒 我剛才下去我就聽到 怪物的哀嚎 他在說著我想要把你吃掉 OK 連烏鴉都叫了 你看 這是太不強的 預兆了 我覺得 我們 我們 可是我有點不想離開這個欸 因為我都發現了這個洞穴 The Cave 話說The Cave這款遊戲也是阿神曾經玩過的一款遊戲 它也非常非常好玩 因為就是看過阿神玩過之後 我也認真的去 試玩過它了 就真的非常非常棒 OK 可是我沒有想到我在 don't stop的時候也會經歷到The Cave啊 這不太對 我不想要去 這麼 陰暗又潮濕的地方 那我們要吃什麼 我們要吃點 吃點 吃點 berry好了 OK 我覺得我們 六個berry應該不夠我們吃 因為我的 我的飽食度 盡量吃好了 看我能吃多飽 誰 誰抱自己的味 OK 話說這個 我還是不太知道 這是新的什麼 礦石的產物欸 OK 那 應該這樣就可以飽了吧 喔 是胡蘿蔔它長的那個 比較多欸 吃berry就沒有辦法補血 之後 嗯 這些都是還沒有解鎖狀態的東西 之後 然後我 我如果就是 做了花 然後採一些花 得到12個花 就可以做一個花圈 是我們基本的帽子 好 我們等一下先 先來做個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黃金 對 我們還沒有找到黃金 代表我們不能做 學習機器 學習機器是要開 把這些 道具解鎖的重要的 研究機器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度過這慢慢的長夜 OK 那我們圍個營火之後 開個派退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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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 我其實 重溫的Cave這款遊戲 真的是 也會讓你 精神抖手啊 因為我真的 當初在玩 可是 不眠不休在玩 火越來越暗欸 可以不要這樣逼我嗎 我只想要度過這 慢慢長夜啊 好 我覺得我們要記一下 喔 這其實看得出來 這 這裡 這裡是洞穴 OK 我需要 喔 蜜蜂 蜂巢出現了 蜂巢出現了 可是 我現在連一隻蜘蛛都沒有遇到 只有一個黃金都沒有遇到 而且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小石頭可以讓我撿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喔 變成大樹的瞬間 喔 對 這裡 有慢慢的煙霧 有點吵欸 蜜蜂先生 他們是 呃 墳墓區 墳墓區 喔 黃金 墳墓區 所以理所當然就是可以倒個墓啊 之後幹嘛幹嘛的 對 可是我現在對人家的 我覺得我現在對盜墓者這塊行業還不太感興趣 所以基本上我不太想先做這樣的事 對 我怕死者為大之後我現在的等級還不夠高 他會認真的不能尊重我 喔 終於到了我喜愛的岩石區 之後新增的系統都會看到這個 死掉的人們 可以就是撿起他生前留下來的東西這樣 OK 那我們終於找到了 礦石區嘛 那我們就來採點礦吧 那新增的 呃 分法就是 這種 這種岩石 喔 你 對 這是 呃 高腳鳥 他是一個非常兇殘的生物 那 我們先不要惹他 就是 新的系統 他有把這兩個 礦石的 會 呃 會採出來的東西 他有分開不一樣 想當初他就是 採的東西都是隨機的 他就是 例如現在這個礦 呃 這個礦石才會掉黃金 以前是兩個礦石 隨意你開財 可是有一點機率啊 不一定會掉黃金 這樣子 呃 所以我覺得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他有認真的 一直在做修正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呃 購買 Don't Stop 這款遊戲的玩家 總規 總規矩來講 就是不會吃虧啦 因為他竟然 就是這麼認真的一直在做更新 然後 該怎麼說 就是一款 非常非常棒的遊戲 因為如果像 嗯 這種線上的遊戲 會爛的原因就是 嗯 基本上 嗯 很多線上遊戲就是 太多外掛 還是就是 嗯 GM沒有在管 反正就是 整體都爛掉了 所以 嗯 反正就是一款 這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其實Don't Stop 是一款 單機類的 自己可以 自嗨的遊戲 可以光自己生存下去 這一點來講 已經非常非常的難了啊 我已經第三天了耶 喔 看到這種道路 沒有錯 我有可能會 達到豬豬部落 只要看到這種路的話 我就會 喔 我看到豬豬部落了 而且他們還有種田 天啊 這是 豬豬你的 智商是不是變高 這什麼 喔 豬豬王 豬豬王 為什麼還有自己的那個了 哈囉 這什麼 這不能拿嗎 我想要拿這個 天啊 喔 這什麼 這可以吃嗎 我想要採一點 Yan's Berry耶 Yan's Berry耶 可是為什麼 他們種出來的 民眾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是我們 可愛的豬豬居民 可是 呃 他每一個 呃 欸 他的名字沒有辦法顯示 現在是攻擊 我覺得不會那麼 不會那麼笨 我覺得 不會就是 因此 去攻擊他 導致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豬豬都要對我 對立這樣 嗯 可是 你要豬豬幫你的話 前提是你要拿一點 呃 請用食物誘惑他們 那前提是他們是 他們是肉食性動物 所以我還是需要 捏一點兔子 還是什麼的 OK 那 我們知道了 豬豬部落了嘛 那 豬豬王在這裡 喔 我已經走這麼遠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繞了一個峽谷了 哈哈哈 好 那 我覺得我們要想 想一下 我們到底要在哪裡 做一個 簡單的句點 我覺得這邊其實還不錯 因為 我不太想跟豬豬 住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豬豬他 我不知道現在他有沒有就是 嗯 喔 他自動幫我裝上了嗎 對 就是那個什麼 嗯 狂暴系統 就是他滿月的時候 都會狂暴化 這個系統是不是已經 沒有了還是怎樣的 可是 所以跟豬豬做在一起 是非常非常花圈 欸 不對啊 我說啊 我今天的主要要做的事 是 收集花之後 做一頂花圈對不對 天啊 可是我覺得 看到其他物資好吸引我喔 我覺得花什麼的 哈哈 根本不重要啊 好我們採點香菇好了 好我們採點香菇好了 之後我們來採點花好了 那既然我們說到就要做到 那 蜘蛛們 哈囉 你好嗎 喔就是 防昏的時候 他們就會害怕這個 可怕的氣候 所以他們都會 在滿早的時候就跑回家了 我看到什麼東西 我看到了 喔 為什麼會有 這個 這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 之後這邊有可怕的 喔 這冰箱 我第一次看到冰箱欸 我快點把 食物放進去 可是我是不是身上還要留點食物啊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邊做個據點好了 之後 據點 喔 喔 你一定要這樣嗎 我沒有惹你 你為什麼要惹我 那就這樣喔 抱歉 他的夥伴應該不會跟過來吧 好 他應該知道我 我有多厲害了 他應該不敢再惹我 對不對 可是你不惹我 我還是會惹你耶 因為我需要一點 蜘蛛網 然後 喊你 啊 我剩下 拿斧頭好了 你怕火嗎 OK 那我們就認真幹掉兩隻蜘蛛 不是 不是 不只三隻 然後趁蜘蛛死掉的時候 稍微把這個蜘蛛破壞掉 我就可以得到一點蜘蛛絲 對 蜘蛛絲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材料 我也不想要等到他認真的生成 之後 反正就這樣就對了 這就是我的新據點 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前人 留給我的 很棒的地方 之後 他都給我一 基本的物資耶 不好好的運用 我怎麼 太不敢 喪子 太對不起 對啊 古時候的人呢 OK 那 天啊 害我突然間好興奮喔 呵呵呵 我竟然看到這麼棒的地方 那 喔 我需要一點木材耶 可是 砍一下 拔一下木好了 這麼多樹木 應該可以 快點 快點 天黑了 我覺得好害怕 我覺得我要回到我 我覺得我 我這邊還是太暗了 我還是要回去我的 地盤 我還是要回到我的地盤 一艘大哥 太暗了 之後 還是不夠對不對 那我們燒一點 樹枝好了 燒旺一點喔 我燒了14根樹枝 那 我剛才 嗯 乏了木 那我要種一點樹木回去 那現在夠旺了對不對 他說 如果你直接燒樹木的話 之前會得到什麼東西 會得到 煤炭 木炭 對 可是 你還是要斟酌一下啦 因為如果你隨便燒的話 就會引起 連鎖效應 你就會發現 會有森林大火 所以我可以做 學習機器了嗎 OK 看來是可以了 那我就來建造個學習機器吧 那我就來建造個學習機器吧 就有點餓欸 就一樣我們把 嗯 樹都種回去 我們不能當一個 過度開發的 嗯 嗯 什麼 嗯 OK 我們就可以 解鎖了 這個東西 綠綠的就是你可以解鎖的狀態 因為你有相對的物資 可是我覺得現在解鎖這些東西好像都沒什麼用欸 我覺得我先解鎖這個好 嗯還有什麼可以解鎖的嗎 背包對不對 我需要背包 背包是一個非常非常支持你容量的東西 然後 我還需要什麼 我不太知道 喔 釣竿 我可以做釣竿了是不是 這個是 喔 我可以得到基本的草帽了 耶 這是我的今天的新裝備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做到花帽啊 就是 我就一天就這樣過 嗯 而且我的 那個什麼 火還很旺盛耶 我不應該燒這麼旺 之後 嗯 我們應該 拿點Berry繼續吃好 我覺得 我們還是吃Berry就好 可是胡蘿蔔可以 補血 可是我覺得 現在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威脅 好我覺得我們吃 吃Berry就夠 而且Berry也可以補一下血 OK 那 我們今天呢 今天又要幹嘛呢 我不知道今天又要幹嘛 對 我覺得 我的人生需要一點冒險 之後 我在 那個什麼 喔 這又是拿來的 誰的物資 你好可憐喔 你只是為了採個 那個什麼 喔 為什麼這邊的樹木長得不太一樣 我沒有看過的地方 喔 就是你怎麼只是採個樹枝你就死掉了 你怎麼會這樣 我在昨天那個晚上我就燒了14根樹枝耶 好吧 不能怪你 或許 這一切真的太可怕了吧 我想砍一下這個 這個會有不一樣的木頭嗎 它應該是黃金木之類的 沒有 沒有 沒有不同 我被騙了 你看起來就是 看起來會比較像怪物的 為什麼這邊的 喔 這邊的樹木一個比一個還大 大啊 天啊 那我覺得 我之前 我之前 玩過都是大伯的樹木有長這麼高 高聳嗎 我覺得有點害怕 我覺得我自己會被困在這個地方 都出不去 OK 那這是我的據點 那我要在天黑以前 回到我的據點 那然後 我是否應該去 裂個兔子啊 就是可以去裂個兔子之後 讓那個 什麼 讓這所有的豬豬都聽我命令 可是 戰時間還不太想這麼做耶 而且我的那個 蜘蛛王的支援還不夠 剛說不夠就出現了 我覺得我應該要先做一把 嗯 武器出來之後再 那個 再跟他們戰鬥好了 喔 這邊 好多 喔 OK 就決定是你們 因為其實我現在比較不太害怕 就是 喔這邊怎麼那麼多 我需要的黃金 黃金 天啊你們這些 這群就是盜牧者 OK 那 我要離開這驚悚的地方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 對 就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 今天的進度 就錄到今天 Full Day 結束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喉嚨有點 稍稍的快不行 沒有錯 那 今天的 成就跟目的 需要 打些什麼呢 天啊我在一個 就是都只有礦石區的地方 我覺得我就不知道該幹嘛 我想說我踩個 我剛才說的 要達成的目標 我要踩個 花 做個花圈 也沒有辦法 送我花 這邊的平 這邊怎麼那麼平極啊 好吧 那我遠離了那個 類似有點像天堂的地方 讓自己到這麼平極的世界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一件事 那我們今天就是稍微把這邊的地圖 再晃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玩Don't Stop 還 就是都會這樣來 就是一開始就是 不會認真的找一個太大的據點 之後我就會一直往前衝 在最小期的Don't Stop的時候 我完全不換地圖 那時候地圖就是 你可以再重新換你的地圖 可是我都不要 我就是永遠都玩同一個地圖 之後 就知道物資在哪裡 永遠就是努力不懈的 一直 死掉之後 再往前直衝就對了 然後 然後這什麼都沒有 那剪一點 剪一點石頭 天啊 我覺得我身上再過了四天之後 我覺得身上就是非常非常 富足啊 因為我覺得自己一個人 卡木頭什麼實在太蠢了 我需要帶著大量的豬豬之後 我們去伐木 對 之後那真是四倍功半 就是我們會帶一群人之後去 直接把牠生靈產品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真的是太棒了 然後就鏡頭了嗎 對我希望這樣子把那個地圖所有的邊界都顯示出來 我喜歡整體就是 我想知道我的地圖到底有多大 可是我不知道這次的系統 它會到底把 嗯 細 嗯 整張地圖的 是要怎麼延伸啊 喔 這又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這是我無法理解的事情嗎 你這你要攻擊我 這這這這什麼 你們這這這這這什麼 這是我無法無法理解的事情嗎 為什麼你要攻擊我 怎麼會怕 欸欸欸欸這樣不太對喔 這樣不太對喔 我我我我都沒有對你們做什麼 你為什麼連蜘蛛都 這是所謂的前後夾攻嗎 呃我要看一下我的 我的我的家在哪裡 我的家 這什麼啊 這有點像那個什麼 欸 西洋起的那種 詭異的東西 之後它會攻擊你 好啦 這不是重點 重點你們不要再 想要企圖攻擊我好嗎 哇天啊 這個礦石有點看起來 閃閃發亮的 我我我我我我我 還是趕快離開這裡好了 今天的新收穫 我覺得 看到奇怪的東西 那個是什麼 我我曾經嘲笑的人 對不起 我知道我終於知道你怎麼死了 連路都不能放過資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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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讓我回家 快到家了 天啊 突然覺得好安心喔 這一切 先生個營火好了 OK 那我們先做點 其餘的解鎖好了 這是基本的物資解鎖 這是 你原本材料的晉級 就是木 木頭會變成木板 之後你的石頭會變成石磚 這個的話 我暫時還沒有就是踩到芒草 所以沒有辦法 就我們有換到的這個 芒草神 我可以做一點 比較高 高檔的武器 對我終於可以打敗一點怪物 然後這又是什麼 然後這又是什麼 這什麼 這是路燈嗎 還是這什麼 這好像是避雷針對不對 我們要做一點避雷針 以防我們在下雨天的時候悲劇 就是 莫名其妙被雷打中 你就掛了 OK 突然覺得 就是很安心 大家有沒有這麼覺得 而且我覺得我的物資就是 越來越少了 我覺得 天啊 我好像天天都在很餓 我要 我覺得我們應該吃點 我們 純放一節我的胡蘿蔔 gorov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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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 我快熄滅了這場火 放點木板 木板怎麼就是瞬間燃燒啊 OK 我們要先吃飽飽的 好上路 嗯然後 天啊 我的血永遠在減少耶 因爲新製度的關系嘛 好的,ok那 還有什麼東西需要用的嗎? 這個我還不想要升級 之後,我剛才的釣魚乾還沒做出來嗎? 我覺得我先做出來一下好了 之後我們下一個系列可以去釣個魚 我下魚了,為什麼要這樣? 聽說就是下魚也會把 新制止的那個會下降的很頗快這樣子 OK,好像現在暫時這些都還用不到 好的,那我覺得我們這一集先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我們在慢慢的迷蒙的場景中跟大家say goodbye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如果不喜歡的話,可以在下方的評論版留言給我會再做改進喔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們下一集再見了 See you next time,day bye再見了 掰掰 掰掰